仔細看印刷過程 開心到何不龍嘴 前行政院長蘇貞昌 新書護國四年 記錄團隊四年各種辛苦點滴 二十七號上市 三立新聞鏡頭前先曝光 盼臺灣成為幸福之地 蘇貞昌親筆寫下期許 作為臺灣民選後 任期最長的行政院長 蘇貞昌進入任內十項政績 更感謝人民支持 推動婚姻平權 全國中小學斑斑有冷氣 平額公路電纜地下化 擋住非洲豬瘟 應對百年大旱等 習日部署相當有感 要出書 蘇貞昌邀請蔡總統寫序 總統二話不說答應 更寫道 我對蘇院長充滿無限感激 他不只支持蔡英文 更支撐臺灣 更說或許卸任總統後 會有更多時間與蘇院長 結伴同行 一起看看臺灣 再再展現因蘇執政的團隊默契 總統覺得蘇院長這種溫暖做事的一面 有讓他感動到發自內心的這個佩服院長的部分 蔡總統有跟蘇院長在有一次他們私下在對話的時候講到說 以前大家都很批評雙手掌制 但是好像我們兩個共識的情形 雙手掌制 我們把它發揮到淋漓盡透 十月初新書發表會邀請蔡總統出席 他也是一口答應 另外新北簽書會賴清德也將到場 蘇貞昌不在行政院了 但會做事團隊精神都在護國四年 帶給臺灣諸多改變 再次歡迎反映不太別様的